老婆为了给初恋转运 要将我们孩子做成了古曼童 等我发现时 孩子早已身亡 额头和身上都画着神秘的符号 我心痛到几斤吐血 他却怪我破坏了法事 不过是做长法事 抽个魂魄 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吗 可他不知道 儿子真的死了 接到管家陈叔的电话 我急忙赶到顾家老宅 当我到达门口 一股令人不安的浓郁香气 在空气中弥漫 我跟随香气的引导 走进了平时空无一人的后花园 指尖那里摆放着一台巨大的风干机 陈叔的指尖在微颤中指向地上的平安锁 他的声音在空气中颤抖 看 那是 那是平安锁啊 我感到喉咙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更别提发出声音 愣了几秒钟 我像是疯了一样冲上前去 手忙脚乱地推开风干机的门 当风干机的门被打开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我被烫得连连后退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强忍着刺痛 伸出颤抖的手去触摸 突然 指尖触碰到了一只小手 那一刻 我的呼吸仿佛被冻结 嘴角的肌肉 因无法言说的恐惧而剧烈地抽搐 我紧咬着牙关 拼尽全力将头探尽 那黑暗而恐怖的风干箱 箱内的情景 如同噩梦般映入眼帘 等等原本圆润可爱的小脸 如今却因高温的折磨 而变得干扁扭曲 我的眼神里满是惊慌与恐慌 心痛到几乎窒息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陈叔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满脸惊恐 我几乎是机械地将等等 从风干机中爆了出来 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水分 干枯而硬挺 等等的四肢上 缠绕着奇怪的绳索 额头和身上都画着神秘的符号 我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悲痛 将等等轻轻放在了柔软的草地上 随后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跌坐在地 泪水如断线的珍珠般滚落 陈叔亮腔地走到我身边 声音沙哑而颤抖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 等等等等 我粗喘着气 始终无法接受这一切 早上 等等还坐在陈叔的肩膀上 向我挥动着他那小小的手臂 用稚嫩的声音甜甜地说 爸爸 再见只是短短几个小时的分离 他却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我的眼眸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泪水如绝地的浆水 无法遏制地涌出 二 我用外套紧紧地包裹着等等 心如死灰地朝汽车走去 我刚刚将等等安放在车后座 陈叔正准备发动车子 突然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将挡在前面 过程紧握着我妻子柳如烟的手 娓娓而来 他脸上带着挑衅的笑容 冷冷地对我说 江泽 我的仪式还没有完成 你怎能就这样把等等带走 柳如烟面露不悦地瞥了我一眼 语气严厉地命令道 立刻把等等交给我们 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 陈生对陈叔说 我下去处理一下 你把车门锁好 我迈步走下车 柳如烟见我没有如他所愿地将等等带出来 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阿诚的仪式至关重要 片刻不能耽搁 你赶紧吧 啪 我握紧的手掌猛地挥向他 声音在空气中回响 他惊恶地捂住脸颊 无法置信地盯着我 仿佛在问 那个曾经对他百般呵护的人 怎会对他动手 过程站在一旁 眼神中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意 仍旧沉默不语 江泽 你疯了吗 你怎敢动手打我 柳如烟怒不可遏 朝我咆哮 你 你自未完 他便顿住了 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 我冷冷地注视着他 心中满是愤怒 一字一顿地问 我怎么了 柳如烟张了张嘴 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似乎被我的态度所震慑 或是心中有所顾忌 如烟 法师已经说了 只擦最后一步 等等他 故程见柳如烟突然沉默下来 急忙提醒他 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 柳如烟听到这话 立刻抬起头 目光如炬地盯着我 把等等交给我 仪式完成后 我会亲自带他回家 我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弧度 那笑声里藏着绝绝与无尽的哀伤 带他回家 他都已经 他怎样了 不就是被束缚着 身上被涂抹了几笔符咒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斤斤计较 柳如烟的声音尖锐起来 怒气冲冲地打断了我 阿诚的转机 全在这次法事上了 你先把等等交给我 其他的等我回去再细说 我的心脏狠狠地一缩 柳如烟竟然知道等等的遭遇 被束缚 被符咒笼罩 那么 等等被治愈风干机的事情 他也一定知情 柳如烟 我怒火中烧 一字一顿地向他发难 你还要演戏吗 等等的死 你难辞其咎 我咬紧牙关 每一句话都像是从胸膛中撕扯而出 你怎么可以如此残忍 你怎么能为了故城 将自己孩子的生命置于不顾 柳如烟却像是在听一场滑稽的戏码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呵呵 江泽 你的嫉妒心真是日益增长 竟然拿等等的生死开玩笑 不过让等等参与一场法事 抽离些许魂魄 哪里会有生命危险 他轻描淡写地反驳 你何必如此小题大做 江泽 你的反应未免太过夸张了三 我愣住了 柳如烟的表情里似乎透露出 他并不知道等等已经不在了 你 正当我准备问出口 顾城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如烟 我们不能再等了柳如烟的眉头紧簇 他没有多问 只是迅速地向保镖们示意 快 把等等带走 保镖们听到命令 立刻行动起来 他们粗暴地将我推开 用力地砸着车窗 陈叔在车内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我大声朝他喊道 别开门 坚持住 紧接着 我挥拳打向身边的一个保镖 同时 一脚踢向另一个正试图破坏车窗的保镖 两个保镖被我突如其来地反击击中 痛苦地退后 动作顿时变得迟缓 过程见我反抗 迅速上前 他用力量将我制伏 一个过肩摔将我摔倒在地 扑通 我猝不及防 重重地摔在地上 疼痛让我一时间难以起身 柳如烟看到这一幕 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 他反而更加坚定地拍打着车窗 对陈叔发出命令 陈叔 我命令你立刻打开车门 顾成注意到柳如烟的目光并未投向我 他再次抬起脚 狠狠地踢向我的胸膛 眼神中充满了疯狂和恶毒 我紧紧地捂住胸口 痛苦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成一团 顾成弯下腰 用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脸上 声音低沉而狠毒 别不识抬举 立刻把你那已经没气的儿子交出来 他都死了 那就让他为我做出最后一点贡献 每一句话都如同利刃 刺穿我脆弱的防线 我感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 更是心灵上的折磨 我紧咬牙关 在痛苦中找到了一丝力量 紧紧抱住顾成的腿 猛然一扭 咔嚓 顾成的腿骨 在我的力量下声声折断 啊 如焰 快救我 我的腿断了 顾成痛苦地捂着腿 大声向柳如焰求救 他快步走到顾成的身边 紧张而焦虑地查看着他的伤势 眼中满是担忧 阿成 你没事吧 顾成疼得额头冒汗 紧紧咬着牙 没事 就是法师耽误不得 江泽 你太过分了 柳如焰突然扭头 抬手甩了我一巴掌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阿成 你怎么可以把他的腿掰断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指责和愤怒 仿佛我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我艰难地吐出口角残留的血迹 眼神中带着不屑和愤怒 朝柳如焰吃笑 柳如焰 是你和顾成先对我动手的 等等是被你和顾成害死的 我的声音因悲痛而颤抖 我不仅要教训他 我还要让你和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柳如焰代理当场 这是他第二次在我口中听到这句话 他神情变得疑惑 他言语中带着迷茫 四 你在说些什么 等等不是一直都很好吗 四 我指示着他 起身打开车门 小心翼翼地将等等抱在怀里 柳如焰 你仔细看看 这就是等等 他是被你害死的 然后 我轻轻地揭开 覆盖在等等身上的衣物 柳如焰的双眼瞬间放大 当看到我怀中那干瘪的等等时 他的整个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柳如焰的脸上血色迅速退去 他的目光呆滞 双手掩住了嘴 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尖叫 他的膝盖一软 几乎要跌倒在地 但被身旁的保镖及时搀扶住 眼泪开始从他的眼眶中涌出 他的声音颤抖着 充满了不敢置信和深深的悲痛 不 这不可能 等等 我的等等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挣扎着向前 试图从我手中接过等等 但双手却在半空中停住 似乎害怕触碰到 那已经冰冷的小小身躯 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哭着朝顾声质问 阿诚 你不是说只做法事吗 等等怎么会变成这样 呜 顾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慌 但很快被掩盖了起来 他一边偷偷向身边的保镖打手势 一边震惊地解释 如烟 我真不知道 保镖顺着顾成的目光 悄无声息地向我逼近 我目光如炬 指示他们 你们想做什么 柳如烟听到这话 眉头微醋 目光投向顾成 阿诚 你这是何意 顾成对柳如烟露出一丝笑容 如烟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如把等等做成一尊古曼瞳这样 他便能永远留在人间 你想念他时 也可随时来我这里看望 我被顾成这番荒谬绝伦的言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 猛力一脚向顾成踹去 你简直是疯了 顾成此时已失去了之前的狂傲 他捂着腹部 眼神中满是哀求地看向柳如烟 声音带着恳切地说道 如烟 我真心发誓 我确实没有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然而 等等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难道你愿意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吗 江泽 我觉得阿诚的建议很好 经过短暂的沉默 柳如烟终于开口 我舍不得等等去火化 这样 他就能永久陪着我了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我难以置信地望向柳如烟 柳如烟 你疯了 你为了顾成 真的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没有人可以把等等从我身边带走 我坚定地说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等等 低头钻进了车中 然而 顾成的保镖却突然出击 粗暴地把我从车里拖了出来 顾成趁机从我的怀抱中抢过等等 尽管腿部有伤 他还是脖行着向屋内走去 陈叔看到这一幕 立刻下车 大不留心地追赶上去 陈叔才刚迈出几步 柳如烟就迅速从车后箱拿起一根棒球棍 猛地向陈叔的头部挥去 陈叔痛呼一声 身体无力地瘫倒在地 我眼睛里满是怒火 迅速将两名保镖击倒在地 然后转身追向故城 柳如烟挥舞着棒球棍紧跟在我后面 声音里充满了急迫 江泽 你不能把等等带走 我满腔怨恨地回过头来 加快了步伐 柳如烟 你没有资格做等等的妈妈 等我把等等抢回来 我就会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 柳如烟听到这话 身体一僵 伸出手想要拉住我 等等的死是场意外 你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 我用力一甩 夺走了他手中的棒球棍 用尽全身力气冲向故城 我挥动着棒球棍 用尽全力向故城的头部击去 砰 故城被我击倒在地 等等也随即从他身上滚落下来 我心中一紧 急忙扔掉棒球棍 抱起等等 柳如烟目睹这一幕 立刻朝故城那边走去 语气急切地问 阿城 你不要紧吧 故城用手捂着头 蜷缩成一团 声音微弱地哀求 如烟 求你了 把等等带回去交给法师 柳如烟抬起头 面露悲伤地凝视着我 江泽 等等死都死了 能不能让等等 砰 柳如烟话音未落 就被我一脚踢倒在地 柳如烟 我江泽最痛恨的决定 就是没有和你离婚 我双眼冲血 愤怒地咆哮倒 是你让等等 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一年前 顾城从国外回来 柳如烟整个心 就扑在顾城身上 没几个月 柳如烟就嚷嚷着 要和我离婚 哪怕要近身出户 也在所不惜 我为了让等等 有个完整的家庭 曾几度低声下气 祈求他 自此以后 柳如烟就搬走了 只是偶尔都会来陪陪等等 这半个月 柳如烟几乎每天都来陪等等 我误以为他回心转意 心里还高兴了许久 可不曾想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降低我的警惕性 今天 他说想带等等 去附近的游乐园玩 我欣然答应了 到了午饭的时间 陈叔去游乐园找柳如烟 却未见人影 他只能打开平安所里面的定位 却发现等等在顾家老宅 等我们赶到时 等等已经 江泽 我是等等的母亲 我有权利决定他的议题 柳如烟强忍疼痛 挣扎着站了起来 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冷笑一声 仿佛没有听到柳如烟的话 静止向车走去 六 柳如烟气愤至极 对保镖大声命令 给我拦住他 哪怕打死也在所不惜 保镖相互对视一眼 尽管犹豫 但最终还是执行了柳如烟的命令 他们快速地移动 手持短刀向我逼近 我紧紧抱着等等 目光坚定地看着柳如烟 其实我今天命丧于此 你们也休想带走等等 柳如烟冷笑一声 声色俱力地命令道 动手 助手 一道男生突然从后方传来 我迅速转身望去 原来是警察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带回了警局 包括在顾宅里的几位法师 顾承对做法的事情供认不讳 但他坚称风干机 只是买了给家里的宠物风干粮食的 等等进去是个意外 孩子贪玩 可能是他自己跑进去的柳如烟 也在一旁帮枪 阿诚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问话的警察当场反驳 一个两岁的孩子 浑身被捆绑 怎么可能会自己跑进去 柳如烟争住了 但他依然坚持 顾承不可能会杀害他的孩子 警察拒绝了顾承取保候审的请求 他们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等警察问完话 已经是深夜 我扶着陈叔离开警局 却被柳如烟拦在了门口 江泽 你刚刚不是说要离婚吗 他低声道 我答应你 但你要撤销对阿诚的控诉 陈叔愤恨地盯着柳如烟 我拍了拍他的手 也是安慰 我淡淡瞥了他一眼 冷声道 婚 我是要离的 顾承 我也是要告的 这一年 你背着我和顾承 勾三搭四 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 起诉离婚以前 我是看在等等的面子上 留给你一点体面 现在 等等不在了 你就等收律师函吧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江泽 结婚时 你说的誓言 难道都不记得了吗 你说过 你什么话都会听我的 我讥讽地看了他一眼 留下一句做梦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起 回到住处 我走进了等等的房间 细心地整理着他的衣物 我拿起床头的全家福 轻轻地抚摸着 照片上 等等开心地笑着 柳如烟慈爱地注视着他 在顾承回来之前 柳如烟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 贤惠的妻子 所有的一切 都在他参加完那场同学聚会后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那晚 他醉得不省人事 我感到时 只见他依偎在顾城的怀中 泪如雨下 如同梨花带雨般 楚楚可怜 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将他从顾城身边接了过来 一路上 他的情绪时而激动 时而低落 我的心 如同被千万根针扎着 回到家中 我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 为他准备了醒酒的汤药 然而 柳如烟却在酒精的作用下 情绪失控 不仅打翻了我手中的碗 还对我大发雷霆 他指着我 质问当年 是否是我设计 令顾城离开了深城 那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的敌人 我沉着声 尽力解释 当年是你爸爸 找我询问了顾城的为人 随后便去见了顾城 至于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一无所知 顾城为何离开 我同样不清楚 然而 他却以一种冷漠的眼神 看着我 仿佛在看一堆 无用的垃圾 我爸都已经去世了 你随便怎么说都行说完 他便禁止走向了客房 不再听我解释 第二天 他以需要空间来冷静为由 搬去了酒店 这一去 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无论我如何解释 他都坚持认为 是我破坏了他和顾城的关系 随后便开始了 与我的冷战 提出离婚 分居生活 我抱着等等最喜欢的玩偶 气不成声 等等 是爸爸害了你 早知如此 我就应该早点和你妈妈离婚 你就不会 嗚嗚 思绪纷乱 伴随着雨滴的稀利声 我抱着玩偶 渐渐进入了梦乡 爸 清晨 我被一连串急切的敲门声 从睡梦中惊醒 江泽 快起来 柳如烟给顾城写了谅解书 陈叔在门外焦急地喊道 顾城一大早就被释放了 我猛地从床上跳起 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 然后抓起车钥匙直奔警局而去 当我气喘吁吁地冲进警局的大门 顾城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 只留下柳如烟一人 顾零零地坐在冰冷的大厅 我怒火中烧 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几乎要将她从椅子上提起来 你有什么权利写那份谅解书 我历生质问 心中充满了不解与愤怒 柳如烟用力挣脱我的手 因为我是等等的母亲 阿诚不是有意的 你不要再追究了 我感到全身都在颤抖 脑海中涌现出无数种复仇的念头 想要让柳如烟和顾城付出代价 她似乎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急忙后退几步 声音颤抖地说 江泽 你欠我爸爸一条命 这件事你就别再计较了 就当是偿还了我爸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不禁笑了 但那笑声中却带着嘲讽 七年前 柳如烟被固成无情地抛弃 她心灰意冷 跑到海边 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担心她 紧随其后 当她准备投入海的怀抱时 我拼尽全力将她拉了回来 那时的台风肆虐的夜晚 海浪如同巨兽 柳如烟得救了 我却被卷入海浪里 就在生死边缘 柳如烟的父亲出现了 她不顾自身安危 将我从死亡的边缘 拉了回来 那我的救命之恩 你打算怎么偿还 我低声问道 声音里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苦涩 柳如烟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 显然我的问题 让她始料未及 我不是嫁给你 为你生了等等 她的话语断断续续 似乎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 来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好意思提起等等 我几乎是咆哮着说出这句话 声音中夹杂着愤怒与悲伤 柳如烟 顾承是给你下了鼓吗 你要这样为她死心塌地 柳如烟的肩膀微微颤抖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哀求 我怀了阿诚的孩子 已经有三个月了 九 我被这个消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心中五味杂陈 难以置信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 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角 声音肯见 如果阿诚被判刑 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孩子 你能不能放过他 他继续说道 声音中带着最后一次的祈求 我愿意放弃等等的遗体 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 刺痛了我的心 我大力扯开柳如烟的手 一字一句道 等等的遗体 你没有任何处置权 再说了 你的孩子 关我什么事 柳如烟勉强挤出一丝笑 不管怎样 他也是等等的弟弟或妹妹 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笑话 忍不住大笑出声 柳如烟 你让真让我恶心 我带着难以掩饰的鄙夷看着他 我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轻易结束 你和顾成都逃不掉责任 周围的目光瞬间聚焦 柳如烟慌乱地遮住自己的脸 脚步匆匆地逃离了警局 柳如烟离去不久 张律师便到了 我要求警方正式立案 向法院提起了对顾成的诉讼 并且让张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 直接送到了柳如烟目前居住的地方 我不惜重金聘请了私人侦探 希望他们能挖掘出足以控诉顾成的有利证据 下午我回到了公司 只是下属切断了与顾成公司的所有业务往来 并永不合作 当初柳如烟为了讨好顾成 背着我给顾成的公司提供了不少业务 利润点甚至让步到了极限 当我得知这件事后 我与柳如烟发生了争执 但她以自己是公司股东 有权力决定合作伙伴为由 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我见项目已然启动 便选择暂时搁置争议 不愿再添波澜 现在 即使公司需要支付赔偿金 我也决心要切断与顾成的所有业务联系 是 次日清晨 柳如烟身着一套干练的职业装 步入了公司的高层会议室 她直截了当地质问坐在对面的我 为何在未经她许可的情况下 突然终止了与顾成公司的合作项目 我并未立即回应 而是示意秘书将一份档案带倾置于桌面 秘书面无表情 声音严肃 柳女士 顾成公司在执行我司项目的过程中 共出现了五次重大失误 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司经济损失 高达一个亿 并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 要求顾成公司进行赔偿 柳如烟她皱起眉头 几乎是立即反驳 这不可能 我轻松肩膀 回想起第一次问题出现时的情景 在首次问题发生后 我已和你商量过要终止顾成的合作 而你那天的反应也颇为激烈 为了顾及你的情绪 我选择暂时搁置了此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会永久地放任 不管柳如烟面色微变 后退了几步 摇头道 一个亿 阿诚怎么可能承担得起 我微微一笑 视线转向秘书 秘书随即递上一份文件 柳女士 你持有我司的股份 其价值恰好能够弥补顾成公司 给我司造成的损失 我们愿意提供这份协议 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方案 还有 离婚协议也在里面 希望你一并签署 柳如烟快速浏览了协议内容 她将文件重重地摔在桌面上 咬着牙问我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真要搞那么僵吗 非要我晋身出户 非要我破产 我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 是你自己逼我的 当初不是你说要离婚 宁愿晋身出户吗 我没有多加任何条件 柳如烟被我的话激怒了 她深呼吸试图平复情绪 见她还在犹豫 我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不签字 故城不仅要赔偿 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柳如烟听到这话 立刻在协议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后 她握着笔指着我 我签了字 所有的事情都一笔勾销 我轻蔑一笑 公司的债务可以勾销 但等等的事情 还没结束 柳如烟显然没料到我的反应 她张开嘴 试图争辩 却在秘书的干预下 被架了出去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 她眼中的惊慌与不甘 但那又如何 十一 两天后 私家侦探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在顾家老宅附近 找到一个酷爱航派的男孩 并在那个男孩用盘里 找到了等等遇害当天的视频 私家侦探迅速将视频发送给我 那一刻 我仿佛能感受到时间的凝固 我用颤抖的手指 轻轻触碰屏幕 播放了那段视频 那些所谓的法师 将已经昏睡过去的等等 大力摔进了风干箱 过程跟在后面 她亲自启动了风干箱 然后对着一旁的保镖们 用一种令人胆寒的平静说 你们在这里守好 我进去陪柳如烟玩玩 甘透了再通知我 说着 她就一边截着腰带 一边走进了屋里 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按下了暂停键 这一刻 我的心痛如脚 我试图通过拍打自己的胸膛 来缓解那难以言表的痛苦 但泪水却早已不受控制的夺况而出 我强忍着内心的痛楚 手指颤抖着将这段令人揪心的视频 发送给了张律师 警方收到证据后 迅速行动 将顾城带回了警局 顾城仍旧试图抵赖 辩解道 我真不知道会有生命危险 法师告诉我 这只是一个风干的仪式 不会造成死亡 警察冷冷地指向播放的视频 严厉斥责道 你说 等干透了再通知我 难道你还想继续抵赖 你的行为分明是故意杀人 柳如烟冲进警局的那一刻 恰逢我正与警察交谈 她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目光 情绪激动地将手中的包向我砸来 江泽 你究竟想要怎样 她的动作被一旁的张律师及时制止 带人能感受到她胸膛剧烈的起伏 以及眼中燃烧的怒火 我缓缓转过头 用一种冷泪的眼神注视着她 随后 我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点开视频 将屏幕转向她 你自己看看吧 蠢货 视频中的画面让柳如烟如遭雷击 她踉跛着后退 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支撑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她喃喃自语 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与不可置信 视频中的内容 显然颠覆了她对顾成的认知 让她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我咬着牙朝柳如烟吼道 你以为是为了给她转运 以为是单独做个法 可你知道吗 顾成是骗你的 转运是假的 她想把等等做成古曼童 高价卖给人才是真的 如果不是陈叔警觉 等等在当天就会被运走 柳如烟捂着头大力摇着 不 你骗人 我不由哼笑 接着又扔出一具重磅 你肚子里的孩子 以后也会和等等一样的遭遇 顾成早已找好了买家 这样的事情 七年里她干了不下于二世起 那些受害者晚点就会来 你自己当面问问他们吧 十二 柳如烟揪着赶来的七名受害者 问了一遍又一遍 你和顾成怎么认识的 他说他很爱你 他也说了运气不好 要转运 你的孩子也被顾成 以做法为优 带走了 受害者们回忆起那些 无辜的孩子们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怒火 仿佛要将顾成碎尸万段 柳如烟每听到一次这些悲痛的诉说 他的心就像被利刃割过一样 眼中闪烁着泪化 他似乎在思念着等等 似乎在反思自己的盲目和无知 那一夜 柳如烟直到深夜才不出警局的大门 他离开时 嘴里反复念叨着 顾成 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 次日清晨 柳如烟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推开陈书 冲进了家门 那时我正好给等等上香 柳如烟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半晌 他双眼蓄满了泪水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我好笑地看着他 柳如烟 你现在是想演戏给谁看 我揪着他的头发 往等等的一项走去 给老子好好看看 等等是被你害死的 柳如烟大哭了起来 他跪在等等的一项前猛地磕头 等等 对不起 是妈妈害了你 柳如烟大力的磕头 每刻一下就说一句 妈妈错了 直到他的额头出血 我才止住他的动作 够了 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用 等等已经死柳如烟跪走过来 老公 对不起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是我的错 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已经没有等等了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冷笑了一下 柳如烟 我傻 但我不纯 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跟等等 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你说这些谎话是要给谁听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你早干嘛去了 柳如烟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他擦了擦擦额头的血迹站起身 悲切地看着我 我没有你 我不能活 要换作以前 我肯定会感动到紧紧抱着他 可现在 我却像听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 扭头让陈叔将他赶出去 柳如烟死死挣扎着 朝我大叫 江泽 如果你介意孩子 我会打掉他 我再给你生个等等好不好 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柳如烟 我嫌你脏 柳如烟瞬间心如死灰 不停说着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十三 顾承背叛了死刑 那天 这个审判庭坐无虚席 闪判长宣判那一刻 不少人相拥着哭泣了起来 顾承被法警拉走时 恰巧经过柳如烟身旁 柳如烟不死心 朝顾承问道 为什么 顾承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轻笑着回 因为你蠢 你们都是蠢货 柳如烟的脸瞬间白了 他继续追问 难道你没有爱过我吗 顾承好笑地摇头 没有 从来没有 你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柳如烟浑身颤躲了起来 突然 他掏出一把匕首 朝顾承心脏辞去 法警来不及制止 顾承当初丧命 柳如烟被控制了起来 他扭头朝我的位置喊道 江泽 我会等等报仇了 你还觉得我脏吗 我淡淡瞥了他一眼 并未回话 起身离开了法庭 一周后 柳如烟自杀于拘留所里 他留下一书 期望能葬身于等等隔壁 我让柳如烟的亲戚 将他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起来 柳如烟 他不配 全文完